焦点回到台湾 不只企业要走向国际 就连大学也要走向国际了 这是桃园的开南大学 他们发起手牵手爱无限的活动 带您来关心 亲平写下祝福 这爱心签署活动 可是要将满满的爱送到日本 果然爱心无国界 吸引不少同学都来参加 就连副校长也不例外 日本我们的东北大学所有的学生 以及日本的灾民 以及所有日本的国民 能够从地震中重新再站起来 能够在地震中 我们大家一起携手重建家园 除了国际交流 开南大学还加快了高科技的 视觉技术研发个程 瞧瞧这一个利用扩进实境的技术 让理论更能够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重要的我们学校的每位老师 都辅导我们的资讯学院的学生 能够考取相关的征兆 未来能够有机会到日本等相关的国家 参与他们国际化的一个发展 因为这些证照都是国际证照 有性科技的学习 也不能编废实物上的运作 为了即将在台北世贸登场的 新一代设计展 开南大学资讯传播系的学生 从讨论规划到制作 从做中学也培养学生 实物操作的功力 中天新闻桃园综合报道 至现在